李嘉航 什么意思啊 你是不是精神有什么问题啊你 你俩现在都不为人了是吗 你跟这个小狐狸精 带着你弄我弄的 亏我还想着给你补过生日 我劝你去看看吧 可以吗 闭嘴这没有你说话的份儿 李嘉航 我们在一起多长时间了 三年 我们在一起三年 每天我在家给你洗衣做饭 我都没这么伺候过我爸妈 你凭什么享受着我对你的好 你这么折磨我呀 你给我闭嘴吧 是我让你做这些吗 你做这些不由你自愿的吗 你要是不做 何以不做 没人逼你啊 你什么意思啊 十月二日 我永远记得这一点 我都告诉你了 我会给你补过生日的 为了给你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日 我从早上就准备给你布置 我那天提前订好了 KTV包厢 本来想着我们两个过一个二人世界 结果呢 你叫了十几个朋友 美名其约的说 为了给我混到气氛 给我过三日 最后呢 成了你们的专属派对 你不觉得两个人太无聊了吗 我叫几个朋友怎么了 热闹热闹怎么了 是你自己一个人在角落里玩手机 你不容论我们的 那是你的朋友 我跟他们聊什么 谈谈人生还是谈谈理想啊 都不认识就不能在一起玩了是吗 那天是我生日 我都没见我朋友过来捧场 我为什么要如他们啊 那是你自己矫腔 你一点都不尊重家行 我们走吧 你给我回来 你到底是谁啊 我跟家行是在爱聊认识的 刚好就在附近 我们就出来约会了 是你在打扰我们 好啊 现在背着我还往上网友见面了是不是 我们早就分手了 是你赖在我家不走 还有 我为什么不能叫网友啊 爱聊着附近真心想找对象的女孩 这个同声人还能快速匹配 附近同一天出生的单身美女 不用交好友 直接视频聊 我们就是这么匹配的 她呀 至少比你靠谱 我不同意 那我问你 10月3号那天以后 为什么五天不回家 给你电话不接 微信也不回 就像人间蒸发一样 我都跟你说了 我跟闺蜜出去散散心 我没时间看手机 没时间看手机是吧 一分钟也没有事了 你的那个闺蜜 是你前男友吧 还有啊 我过生日那天 你前男友也在上 真当我什么也不知道是吧 你怎么知道的 那天你们都喝多了 她为了气我 告诉我你们怎么在一起的 还主动加了我微信 这几天你们出去玩的照片 还有视频 她都发给了我 甚至还告诉我 你们做了什么 就算我错了 这样好 算了吧 三年 我跟你在一起就像一条狗 你要什么 不管多钱 我必须给你们买 不买就去家里闹 公司闹 你给我洗的衣服 都是找着保姆家庄 你给我做的饭 都是舔的外卖